好,那EMBLOCK 它會出現 就是中考之後會出現一個 這到底是熊貓還是貓熊 好,這隻熊貓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我們要先選板子 那在操作EMBLOCK之前 記得喔 我們之前的 Transformer要先關掉 因為他們會搶同一個窗口 所以你要先把它關掉 好,一定要先關掉 先關掉,等一下才能連的上 好,那這時候 我們就要先選你的控制板 控制板是Arduino Uno 你就選UNO 然後呢 連接這裡,請你點一下 我們要選序列鋪 就是你的窗口 除了1號之外的那一個 應該就是你的窗口 你也可以去電腦 那個剛剛 裝置管理員那邊檢查一下你的號碼 如果你忘記的話 所以我們選1號之外的那一個 好 那如果這邊出現 序列鋪裡連接 然後你也選了Arduino 那這時候就可以開始使用 那它的模擬的方法 是這樣子 跟剛剛其實都蠻像的 好,我們一樣來點燈 一樣來點燈 那點燈的話呢 它是直接認角位 所以我們就是設置 數位角位 對,那如果你要10號燈 這邊就選10號 那高電位就是 1就是開 低電位就是關 就是off 就是0 好,所以你就設置它開 然後設置它關 然後一樣它這邊 等待一秒 好,這樣子呢 一樣可以做到剛剛模擬的動作 但是我不能保證它都會正常 因為M-BLOCK的模擬真的是 很多問題 好,所以按綠燈 按綠起 它這裡不需要啟動 不需要啟動 這也是不需要啟動的 好,有嗎 是這個嗎 怪怪的 好 那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我重點不是要講這個 因為要模擬程式的話 我們直接用Squatch2就好了 不要用M-BLOCK 因為它的問題真的蠻多的 好,那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不是在模擬的部分 而是在寫入 M-BLOCK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可以把程式 直接燒進板子裡面 那燒進板子裡面的話 你的板子只要送電 它就可以獨立運作 好,就可以獨立運作 你就不需要電腦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在這邊 把程式寫好來 好,比如說 我就做一個簡單的DEMO 10、11、12 高定位、高定位 等待一秒之後 0.2秒好了 這樣閃的比較快 好,它的M-BLOCK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直接寫入 那寫入要怎麼辦呢 寫入要怎麼弄 我們本來模擬的話 是用這個當開始 那它要寫入的話 你要在機械模組裡面 用Arduino組成式 擺在上面 這兩個頭不一樣 這個頭是模擬用的 它的模擬很大很奇怪 然後寫入的話 要用這個當頭 那怎麼寫入 怎麼寫入 要注意看 在這個頭上面按右鍵 上傳Arduino 點一下 它會把你的東西 轉成那個 轉成那個西語言的程式 然後呢 誒,這是新版 怎麼多了這些 亂七八糟的東西 這是敬畏的模式 好,然後 然後 這裡 上傳到Arduino 點一下 然後它就會開始 把你的程式寫進去 它的板子 寫進去那個Arduino的板子上 讓你等它從0跑到100 它就開始做翻譯 翻譯完之後 它就開始做上傳動作 要等它一下 它是燒入程式 好,上傳完成 好,上傳完成之後呢 這一片板子 它就會先 閃給你看 這時候 你已經不需要電腦了 所以你電腦可以關掉 好,電腦可以關掉 那這一片板子 你只要送電 好,我 拿那個行動電源 它的那個電壓輸入的地方 一般的行動電源就可以用了 好,我把電打開 各位 它就開始執行了 它是完全不需要電腦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作品 它是 不要有電腦在旁邊 比如說那個路口紅綠燈 你不可能每天都開著那部電腦 對不對 好,那你就要用這種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好,這個是把程式直接寫進裡面 然後直接送電就可以 那它的電的範圍也很廣 好,如果 因為它有 你有附USB線 所以你USB線 直接插行動電源就可以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USB線的話 我們是從這個地方 那這裡不是還有一個圓形的那個輸入嗎 那個DC頭的輸入有沒有 你直接用電磁盒 或者你們家不要的變壓器 好,從那個5伏特到 10幾伏特它都可以接受 它裡面自己會變 變壓變成5伏特 然後板子就可以使用 所以你家不要的變壓器就不要丟 你去那個 如果頭的大小不對 你就拿去電子材料行 你剛剛說我要買這個的DC頭 DC就是直流 直流變壓器的頭 你就把那個線剪掉 然後DC頭打開把它焊上去 就可以用,直接可以用 所以Mblock主要的用途就是把程式寫進去 那它的模擬會很奇怪 你會覺得它一直不對或怎麼樣 那個很正常 請不要驚訝 那個的確很正常 所以你要燒入程式要寫進去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這樣了解嗎 那麻煩你試一下 那等一下你燒好之後 因為你們現在沒有那個行動電源 也沒有其他的電子盒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程式關掉 你就知道它有沒有在運作 好,來麻煩換你樂旗